今天呢我在跟我妈妈视讯的时候 我就跟妈妈讲说 台湾的这样的粉丝朋友呢 就是对我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 我妈有感而发 有几句话呢 就让我转达给台湾的这些网友朋友粉丝朋友们 嗨 大家好 我是阿丹 影片开始前八单起起来要订阅 都瞎 真的要感谢各位朋友 我的观众朋友们就是非常关心 就是我们家楼下这位街友大哥的状况 跟大家汇报一下 街友大哥的话还不错 虽然说前几天的话有这么两三波的寒流的问题 我那个时候也跟街友大哥说 我家有这个暖风机 我说我要不要就是拿到楼下去 我说你可以吹这样比较暖这样 因为他那个头上那边有这个电源 然后他说他想一想说不要了 他说怕丢掉 有一件事情的话就是之前呢 几个月以前了吧 就是大家有一位好心的大哥呢 提供给咱们家楼下这位街友大哥一台脚踏车 不幸他的脚踏车呢也被人家偷走了 因为他好像是放在就是他住的这边吧 他睡的这边旁边 他没有想那么多 他就当时没有锁起来 可能就被人家以为是不用的 或者怎么样就直接给牵走了 那他就是怕说这个电短炉也被别人家拿走这样 那他就拒绝了 那之前的话呢 我跟我老公也是在几月份 12月的时候 应该是12月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想说给他买一个单人的那种帐篷 最起码可以挡风 因为他原来睡在我家楼下那一边吧 是有一个怎么讲 有一个装潢在就是那边可以挡风的 可是现在因为那边那个就是那个店面呢 换了人经营之后的话 就那个装潢拆掉了 所以说他比较没有一个挡风的地方 那时候我老公就说说 要不要给他买一个单人的帐篷 最起码可以挡风 然后我们也跟他讲说 大哥我想给你买个帐篷 大哥也说不用不用 连连就说不用 那就是我也尊重人家 他说不用那就算了 我去看的话呢 大哥就是铺的还挺厚的 底下有铺纸板 然后铺的比较厚 那前几天很冷的时候 大哥就真的睡得很早 早早已经被窝了 我还逗头 我说大哥怎么睡这么早 大哥说冷啊 就早点就躺下来这样 经被窝比较暖嘛 那是这个状况 我把菜给大哥送下去 然后我们家没做主食啊 所以我又给他煎了个蛋饼 这样 大哥 很冷哈 我给你热好了 这热的你趁着热吃啊 新年快乐大哥 大哥这个红包给你 祝你新年快乐了 讨个吉利啊 讨个吉利啊 讨个吉利沾沾喜气啊 然后祝你明年什么今年了身体健康 大吉大利大哥 早日找到工作 早日找到工作啊 你别放这别吊了 你早点吃啊 趁着热吃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你昨天去哪里啊 我昨天下来找你 你没在这里 昨天你也去佛堂啊 哦 好啊 大哥快吃吧 好 拜拜 大家刚才有看到哈 我把这个年夜饭给大哥拿下去了 给他包了个红包这样沾沾喜气 大吉大利这样 大哥的话呢 除夕夜是被别人再去这个佛堂 佛堂请他去吃饭了 但我也问他 我说昨天我怎么没看到你 原本想说把这个 我给他准备的年夜饭呢 拿下去给他吃这样 然后他说昨天他也去佛堂了 哦 怪不得我都没有看到他 但是刚才我已经把菜给他热一热 然后我又给他 因为我没做主食嘛 所以说我就给他又煎了一个蛋饼 就当主食 然后配着那些菜给他拿下去了 就是热热的给他吃这样 大哥的状况目前还好 大家放心 那说到我妈妈 我妈妈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听一段录音吧 妈 你看这就是那个 刚才我跟你说那本书 就是我这个粉丝朋友 咱们台湾的粉丝朋友送给你的 然后让我先看看 等我看看啊 往我那个什么 教你几道 那什么酱血糖的这个饮食 往你跟我爸吃 真太感谢网友 太感谢你的粉丝了啊 这本书真挺全 你看这有图 有真相 真好 谢谢粉丝对我的关心 在此呢 也祝所有的粉丝 网友们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台湾人真的太热情了 让我太感动了 感谢对我的关心啊 谢谢 妈 你看还给我写了卡片 妈 你看这字写的多漂亮 哎呀 多长时间 就现在能看到字都感觉说 就是不容易了 还能看这种手写的字 是不 妈 你看这字写的多漂亮 整的这字写的太漂亮了 你把你那个字也好好练一遍 我估计 哎呀妈 你也没有这机会 你也练不到这个水平了 这也太漂亮了 这字写的 这个人一定也很漂亮 好 我给你转达给我的粉丝啊 你说他人也很漂亮 人美心善啊 那这字写的这么漂亮 那人一定不会差 好了妈 我下楼了啊 买菜去了 做火锅晚上 好的 那个 替我转告你的粉丝 新年快乐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好了 然后呢 就是因为我这位粉丝朋友啊 他就是有送给我 我一本这个糖尿病的书 然后上面的很多食谱 那很感谢我这位粉丝朋友了 那我其实的话 看完之后啊 我会就是 选一些就是我们家里有的食材 然后呢 做法的话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 我会分享给我的爸爸妈妈 希望他们可以这样 就用这些方式去吃 真的很感谢我这位粉丝朋友 其中有一个 也令我很感动的就是 我拿来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 我这位粉丝朋友的话呢 还有写了手写卡片给我 哇 字超级漂亮 给大家看 有没有 字很漂亮 对不对 我妈还说 让我好好练练我的字 像说我练不也练不成这个状况 真的很漂亮 写的很美 其实看到那种手写的这种卡片呢 就感觉说很温暖 之前的话呢 我也说过几次 就是粉丝朋友送来的东西啊 然后都有手写的卡片呢 感觉心里暖暖的 真的就是很感谢大家 对我这样的爱戴 然后爱无极乌呢 对我的这样的好 然后呢 甚至于说 关回到我的父母的身上 这样 那阿丹在这里谢谢大家 就是我妈妈也说 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样 那我妈也挺感动的 哎呀老年人了 而且我们东北人这边老年人 比较不太会用什么一些 比较煽情的话吧 比较不太会这样的 比较含蓄一些 就害羞了 对就这样 所以说就是 其实我妈没有什么华丽的 这样的什么言语 很朴实的 其实她就是真的被台湾的 这样的我的这些观众朋友 粉丝啊 这些网友朋友们 说感动 那在这里我也替我的爸爸妈妈 谢谢大家 谢谢 真的很谢谢 然后呢 我觉得这种就是 就像有的网友朋友 在底下留言 就说善的循环 我觉得真的是 我受的这些 那我不能说这里代表的 说的台湾人 是百分之百的台湾人 没有哦 但是我把他们统称为 这样一个台湾人 那这个 我受的台湾人这样的感动 他们这样爱戴我 这样让我很感动 那我呢 也希望把这份爱 传递出去 所以说当我遇到 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 像楼下街友大哥呀 等等的话 我很愿意把这份爱 再传递出去 所以说也就是谢谢大家 让大家温暖了我 那也让我有能力 去温暖别人 是这样 哦对了 说到温暖呢 说到冷啊 阿丹要提醒大家 这几天真的降温了 我妈说 沈阳今天很冷 我妈说嘎嘎冷 那沈阳嘎嘎冷的话 明天沈阳应该也会 就台湾明天会很冷 就是以往的经验 就是我妈只要今天说 沈阳今天挺冷 明天就是台湾的话会更冷 所以说大家注意了 注意保暖 我今天刚才看新闻呢 就说黑龙江 墨河 那应该是中国最北端的地区了 零下50多度 然后说是破了多少年来的 这个新低 温度很低 所以这一波寒流真的很冷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了 那我看新闻说 今天有人去拉拉山上 中午都已经看到雪了 哇真的很难得 在台湾很难得见到雪 那无论你是上山玩的 还是要 就上山去赏雪的 还是赏完雪下山的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了 那阿南的影片 今天到这里了 今天是一个 有爱的影片 好了 那还是这样 新年快乐 我们就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提供